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面谈一下禅宗 禅宗是佛教在中国汉传佛教的最大一宗 禅宗的基本佛礼仪迹来自于佛经上记载的一段话 叫世尊年花 家舍微笑 直直本心 见性成佛 它最重要的是后面这八个字 叫直直本心 见性成佛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每一个人本心中就有佛性 你只不过是被世俗的红尘所遮蔽 所污染 如果你能扫除这个俗尘 你就是佛 佛陀的这个讲法 最初理解者是家舍 那么家舍因此成为佛说禅宗第一组 禅宗有印度禅宗和中国禅宗 在印度不叫宗 叫禅说 那么世家就是佛教在印度禅说第一组 以后在印度相继发生二十八组 禅宗进入中国第一宗诗 就是我前面提到和梁武王相见的菩提达摩 菩提达摩到少林开始建立禅宗 后来经过慧客 僧灿 道信 红忍 直到慧能 禅宗完成 所以慧能叫禅宗六祖 要说禅宗 我们就不能不讲慧能 因为最终禅宗发扬广大 以慧能为最重要的影响者 慧能是岭南人 贫苦不失字 少年时候外出打财 偶遇一个僧人念经 他听来就深有彻悟 于是追随僧人入寺 出家慧能很小入佛院 进不了正式的教团 于是在寺庙中做一些杂役 比如破财 塔堆等等 所谓塔堆就是一个石冲子 中间放上带糠皮的米 用一个木锤不断地敲打 才能把米康脱除 这叫塔堆 慧能最初到寺院的时候 由于是个小孩 体重都压不动这个杠杆 叫腰石塔堆 在腰上绑一块石头 才能把这个杠杆压动 那么他在佛寺里 服刑杂役的同时 听五祖红人讲经 悟性极高 深得佛法 红人五祖晚年 想找他的衣钵继承人 于是让他的众弟子 各作遗迹 红人的真正最出色的大弟子 叫神秀 于是神秀就在佛院的墙壁上 写了遗迹 我前面讲过 就是以诗歌形式 表述佛法教继 神秀的避书如下 说身是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佛事 物时惹尘埃 大家听一听 挺深入 挺空 讲得挺好 慧能不识字 看到神秀的记文 就让旁边一个小童 念给他 念完 慧能觉得 他可以做出更好的记文 于是留下一记 让旁边一个叫张别架的文人 也书写在墙壁的旁边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慧能的记 说菩提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遗物 何处染尘埃 显然 慧能的记文 更接近于大空 红人五祖 过来看 说 皆为得法 皆为见性 然后 用鞋 把它全擦掉了 到晚上 五祖 红人 到慧能的堆房中 在石墨上 敲击三下 慧能 身解其意 在半夜三经 来到 五祖 红人的帐房 红人 亲授 佛法 和衣钵 慧能 由此 成为六祖 红人同时 告诫慧能 让他赶紧离开佛院 远避他乡 是因为神秀的弟子 势力极大 慧能如果还留在佛院 会造成严重冲突 可见佛院里 寺院里 也是尔虞我诈之氛围 那么慧能由此 前到远处 以后神秀 北下 在中国北方 传部禅说 深得当时武则天的赏识 武则天曾经有意请神秀 来做国师 神秀不敢当 告诉武则天 我有一个师弟 叫慧能 比我见势深彻 所以我不敢接受国师之号 由此 慧能名声打造 最终 在中国南方 传部禅宗 神秀在北方传部 最终禅学大兴 那么慧能对中国禅宗的 发扬光大 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我们只讲一个例子 我们前面讲 只有佛陀讲过的东西 记录下来才叫经 请大家注意 慧能讲过的东西 在中国也叫经 这就是著名的谭经 可见慧能在中国汉传佛教 影响之大 慧能所谓的禅宗 其实跟过去的其他各宗派 重大区别在哪里 在直直本心 见性成佛 也就是说 他把过去修佛的 那个见修苦修方式 转化成顿悟修佛方式 我一讲到这儿 大家就应该能听明白 中国人特别欣赏禅宗 是因为禅宗有取巧之道 当然 我这样讲 不能污蔑慧能 慧能有一段话 专门对此做说明 他说 非上上根弃者 不入此门 就是你如果没有上上之根弃 没有上上之会根 你是修不了禅宗 所以慧能的本意 不在于取巧 但它能够在中国大兴 却与中国人善于取巧 功力及造有关 佛教传入中国 对中国文化造成 深测的渗透和影响 我们下面举一些例子 佛教传入 由于印度梵文是拼音文字 所以在印度文化中佛教中 就有音韵学的成分 所以佛教传入以后 中国第一次出现拼音 那当然不是我们今天 上个诗集中叶 发生的那个罗马字母拼音 而是反切拼音 什么是反切拼音 大家看一下康熙字典 那个上面就是反切拼音 中国过去学文化 必须走私属 拜老师 你是无法自学的 因为没有字典 没有拼音 有了拼音 中国文化可以自学 可以普行 大家想 中国过去处处都是方言 中国人不同地区说的话 都是不同的发音 找不见文字的统一发音 远古时代有尔雅 算是当时的雅言 这就是孔子所谓的雅言 算当时的普通话 官话 以后 各代随着朝代的更迭 官话不断改变 那么有了拼音 中国文字才逐步有了 可以统一发音的依据 而且第一次有了 可以自学 深学的 这么一个工具和通道 所以对中国文化 在民间的推展 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 第二 佛学传入中国 导致中国字意 得到很大的拓展 大家知道 人类的文化都是在文字符号上承载的 人类社会的信息量是不断增大的 信息内涵也是不断地迭代的 那么如果文字本身 它要扩大 随着信息量扩大 那么文字量 词汇量就会变得越来越大 而且如果字意 如果思想是不断升华的 不断迭代的 那么文字的内涵也就一定不断地被充实 被变更 所以佛教传入中国 使得中国古代文字 第一次有异样文化的字意拓展 这使得中国文字符号本身的意境得到提升 我比一个例子 圆 中国圆这个字 因圆这个圆字 最初圆意仅止衣服的边缘 而佛教传入 圆这个字竟然成为一个哲学理念 所以就有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意见 比如缘起 缘生 有缘 随缘 结缘 喜缘等等 那么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以后 中国出现大量的语汇 使得中国语言文字大大被丰富 佛教传入中国 中国才开始有最大量的复合词出现 大家看看 我们现在经常使用的词汇 有相当一个部分 都是佛教用意 比如我前面讲 作业 功课 这都是典型的佛教用意 比如真实 世界 自由 平等 方便 解脱 慈悲 忏悔 心地 境界 这些词汇居然全都是佛教词汇 民国时候著名学者梁启超 仅根据一部佛教词典统计 就发现佛教给中国贡献三万五千个新词汇 也就是说 如果没有佛教传入 中国人今天说话都很困难 可见佛教传入给中国语言的丰富化 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 对中国文学艺术造成深刻影响 大家知道艺术的发展 它本身绝不能太求实 太写实 比如报告文学 它基本上成不了文学高端 真正的文学 一定是虚构的 而它的虚构既要落实于现实 又要高拔于现实 这叫浪漫 或者叫浪漫主义文学 那么这种超拔于现实的私境 佛教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影响 大家知道一个好的文学作品 一定要讲空灵 讲意境 大家读一下《红楼梦》 没有这种空灵感 没有这种意境的高度 文学绝不可能走在高端 所以佛教思想的引入 对中国整个文学艺术界 都产生重大影响 比如中国的国画 到唐代以后 也就是汉末 历经魏京南北朝 佛教在唐代大兴 与此同时 中国的写意化 国画中的写意化 也就是文人化 才开始大规模地发生 才进入成熟阶段 再比如中国的诗词 尽管中国在先秦时代 有屈原的黎骚 在汉代有汉父 水准也相当之高 但是中国诗歌的最高峰 在唐诗诵词 其中都受到佛教 意境高拔的影响 再比如佛教的石雕艺术 中国的石雕艺术 完全是佛教引入的结果 中国在佛教传入以前 没有石雕 几乎没有 有泥涌 有陶涌 泥涌做得很粗糙 陶涌做得相当不错 比如兵马俑 但是并不腐积 而石雕在中国古代 佛教传入以前 非常粗朴 几乎没有 要有也非常粗朴 我建议大家有空 到汉武帝陵墓陕西茂陵 旁边霍区病的坟墓那儿 建立了一个茂陵博物馆 那地方留下了一批西汉早年的石雕 那里有一个石雕 叫卧虎 就是一个原石 有棱角的粗石 然后在上面刻几个线条 说它叫卧虎 我扰它转几圈都看不出它是个虎 我不是说它不好 它十分古朴 但也太过粗糙 那么佛教传入 才把石雕从浮雕到全雕 带入中国 大家今天到云岗石窟 龙门石窟 你见到那种高度逼真的石雕像 那都是佛教带入中国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象 印度的石雕文化 深受环地中海地区 古希腊石雕艺术的影响 回想一下古希腊的石雕 比如知病者 这些东西都是通过佛教传入中国的 那么佛教不仅对中国文化处处散斗 它甚至改造了中国的经学 也就是中国的国教都被它改造了 这就叫宋明礼学 大家知道朱熹改造过的儒家学说 为什么取名叫理学 是因为佛教的英明逻辑 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解读经学的方式 所谓理学 它的核心叫理一分数 什么叫理一分数 我前面讲过思维简易原则 要知道儒家学说 比如你读论语 它是三点式讨论 你找不见它的纲领 佛教的英明逻辑 带入逻辑整顿经学的通道 所谓理一就是用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作为思维简易的一个纲 所谓分数 就是这个最基本的表述 能够普解下面各目 从而刚举目张 这种用逻辑音明 整顿三点式儒学讨论的方式 叫理学 可见中国的经学 国教 儒家学说 都被佛教所整顿 所影响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你如果理解不了佛教 你也就理解不了中国文化本身的大观 和深入细致之处 在这一小节中 先生以禅宗起源为引 隐身阐释了禅宗对中国文化 起到的积极影响 而当我们以更客观的角度 来看待这个文化现象的时候 就会发现佛教对中国文化 造成的负面影响 接下来请听先生开讲 我前面讲佛教 大家会感觉到我对佛教高度赞赏 实际上 我还是希望更客观 更平实 更不带褒贬地 说明一个文化现象 佛教到中国 也不全是正面影响 它也给中国带来 许多负面影响 比如佛教的消极出世 对中国固有文化的 消极穷相和亚裔穷相 造成非常大的加固 大家知道西方宗教 比如基督教 它是偏于积极的 而佛教和中国文化 总体上是偏于消极的 那么佛教极为消极 因此它对中国的整个文化氛围 造成了一个很重大的影响 那么佛教的英明逻辑 带入中国 但是佛教的英明逻辑 不具有对象抽象性和实证性 什么意思 我们前面讲 只有抽象思维 才能最大程度地整顿信息量 那么它一定是要对对象的 最基本属性加以抽象 才能构成抽象的内涵 那么佛教的逻辑抽象 是没有对象属性的 是讲大空净的 所以它的抽象 是非实体抽象 因此这种抽象本身 不具有逻辑推导的前提 而且因此也就不具有实证性 大家知道 哲科思维发展出科学 是因为它有对象抽象性 和可实证性这两点 才使得科学最终成立 那么佛教传入中国 它不但不具有这种 对象抽象性和可实证性 它反而把一般的哲学 称为戏论 游戏的戏 它认为一般的哲学 纵深的逻辑探讨 都是谬说 都是遮权 都是戏论 所以它很难发展出 跟现代工商业文明 衔接的哲科思维体系 它反倒被中国的理学家 比如朱熹这些人所利用 包括王阳明 最终反倒成为 中国名教学说的 一个整顿工具 反而在中国中世纪 加固了儒家学说 对中国思想界的控制 再者 禅宗的顿悟改造 取消了佛教 英明建修的这个历程 加剧了中国 威严大义的穷向 佛教在中国 发展为极为功利的 民间思想行为 所以它进一步加剧了 中国文化浅薄 实用的穷向 这都是佛教带给 中国的消极文化影响 负面文化影响 那么我们下面 再进一步纵深讨论 这个问题 我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我稍微谈一下 藏传佛教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 藏传佛教是佛教的真宗 这个看法是不对的 藏传佛教 是佛教传入西藏以后的 一个变形 大家知道公元七世纪 佛教传入西藏 佛教传入西藏以前 西藏这个地方 是有自己的土著宗教的 叫本教 草字头一个书本的本 西藏这个地方 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 和公元七世纪以前 它分为两大部族 一个叫象熊 一个叫吐蕃 吐蕃部族到七世纪 出现了一个著名政治人物 这就是松战干部 松战干部作为吐蕃族的首领 使得吐蕃雄强起来 松战干部最初做藏王的时候 做吐蕃王的时候 本教势力强大 吐蕃王实际上被本教教团组织架空 因为本教高级教团组织 有约束吐蕃王的持权 也就是王权任何指令 要得以发出 都必须经过 本教教团组织的批准 这使得松战干部受到极大的约束 很为不满 于是他通过两路婚配 引入佛教 一路是从中国取文成公主 带入汉传佛教 一路通过尼泊尔 取另一个公主 叫尺尊公主 带入印度佛教 然后开始在吐蕃族内推行佛教 最初目的是为了抵制本教对政权的干扰 那么由此 佛教逐步在吐蕃中博散 松战干部逐步掌握实权 统一西藏 在佛教文化还没有深刻浸染西藏人的以前 吐蕃族势力强大 那么佛教因此 最初进入这个西藏的时候 他并不是纯净带入 他要跟西藏当地本来的土著宗教 包括各种喇嘛教 要进行折冲和综合 到八九世纪演成宁马派红教 到十四世纪演成宗卡巴创的黄教 等等等等 所以藏传佛教并不是真正印度佛教的真宗 这一点大家要有所理解 佛教对西藏的影响有多大 我们看一下历史 松赞干部时代 吐蕃统一西藏 当时吐蕃势力雄强 西藏人极为薄伐积极 佛教那个时候 还没有辱染西藏人的整个心性 所以在政权统一之下 当时的吐蕃王国势力扩张 他竟然在唐代的时候 吐蕃军队动辄就打到京师周边 唐朝首都在长安 吐蕃军队动不动就打到坝桥这个地方 坝河边上 大家今天到西安去看一下 巴河已经进入西安市区 也就是西藏军队居然可以动不动就威胁到唐朝首都 而且当年的西藏吐蕃人 他把自己的势力从西藏高原逐步扩展到整个青海 四川西部 甘肃南部 形成几乎占据中国国土 现在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 中国政府 前些年 和西藏达赖喇嘛 逃到印度的达赖喇嘛谈判 希望他回来 达赖喇嘛表示他愿意回来 但是提出一个要求 恢复大西藏 就是西藏青海四川整个西部 甘肃整个南部 全部归他自治 于是双方谈崩 那么达赖喇嘛的依据是什么 就是当年土拨王国强盛时候的那个状态 可是随后 随着佛教对西藏的深刻进染 对西藏人乃至西藏民族性的深刻如染 土拨强势民族 居然随后千年销声匿迹 直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 毛泽东派军队进藏 西藏还是原始奴随制社会 它表明什么 它表明佛教的消极心理影响和文化影响 有多么巨大的力量 那么佛教传入中国 不能说它对中国没有同类影响 我举一个例子 当然我这样举例子可能不确切 你找不见直接因果关系 我们只能朦胧地说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1840年鸦片战争 英国人只不过派来了几十条破船 五六千士兵 居然把挪大由几亿人的中国 打得落花流水 从此进入半殖民地时代 几亿人 面对别人几千人的士兵 居然造成这样一个结局 实在令人惊诧 我举一个对照的例子 非洲有一个小国 叫埃塞俄比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以前意大利莫索里尼 派遣军队 进攻侵占埃塞俄比亚 要知道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武器和鸦片战争时候的 那个武器完全不同了 要先进得多了 已经有飞机大炮 坦克机枪 意大利军队 现代化军队 进攻一个非洲落后小国 埃塞俄比亚死活不斗墙 他的皇帝叫海尔塞拉西 号称非洲雄狮 带领埃塞俄比亚军队和民众 用冷兵器与之对抗 当然不是对手 但绝不投降 埃塞俄比亚政府 海尔塞拉西政府 迁移到英国 但始终不投降 最终第二次大战结束 埃塞俄比亚复国 我在这里讲什么 将挪大的中国和一个非洲落后小国 在现代战争中的表现 有如此之大的反差 我们都不能不说 这其中有某种文化影响要素 在里面其作用 任何文化对人格乃至民族性的影响 潜移默化之间都会造成深刻的汝染 通过佛教对中国文化影响的诸多解读 我们可以了解到 任何文化对人格乃至民族性的影响 都会在潜移默化中造成深刻的渲染 而这正是潜藏在表面问题之后的深刻解读 请听先生下节课解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